我們先再來介紹一下有關於牆壁 那麼 在這個地方左上角這裡 我們 剛剛用的是繪製房間就是 地板 左邊的這個就是牆壁 牆壁 那我在左邊這邊我就做一個矮的圍牆 就做一個矮的圍牆 一樣點下去 各位你還是不想看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按確定就好 來這裡 他也是多邊形 所以說你只要點一下放開 就可以了你看我從這邊 點一下放開 拉下來有沒有 移動滑鼠就好了 移動滑鼠就可以往下往下 好到這裡到這裡 到這裡我要結束了就 咚咚 好你可以看到有沒有我們下面就有個圍牆跑出來了 對不對 下面就有圍牆但是預設他的圍牆的高度多高 從這裡到這裡 是250公分 那圍牆的厚度 就這個厚度 是14公分 好14公分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圍牆 稍微變矮一點 怎麼辦 來這裡 你就在圍牆上面 記得還是要先回到箭頭 跟地板一樣 兜兜兩下 這個叫做自定義牆體 有沒有 有沒有 高度高度 往下往下 有沒有 圍牆高250公分 我就把它射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般如果做矮牆的話 大部分差不多120-150以內 因為這樣跨過去比較容易 哈哈哈 沒有啦 不用那麼高 所以我就把它射低一點 好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低一點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比較低了之後呢 圍牆 在Swim3D它事實上是有兩個 兩面的材質 也就是 我在這裡 在這裡 這是一面 外面是一面 你們家也是這樣子啊 家裡面的跟牆壁外面的是不是不一樣材質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就在 圍牆 這個牆壁上面兜兜兩下 我們就可以來設定 看它是左邊的牆 還是右邊的牆 那重點來啦 我怎麼知道哪邊是左邊哪邊是右邊 對不對 雖然 這種命中率是很高的 比你買樂透高很多 50%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因為牆壁是有什麼 有繪製的方向 如果你把牆壁 放大一點來看 你會發現 它 會有箭頭 跟你當初畫的方向有關係 如果我是 這樣子 由上往下畫的 它箭頭就是會朝下 就會朝下 所以說呢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這個牆壁 有沒有看到它箭頭 我這個是由上往下畫的 所以呢 你的眼睛 眼睛就在這邊 由上往下看 請問哪一邊是左邊 這裡是不是左邊 這邊是不是右邊 相反的 我眼睛在這裡 這樣看過去 這裡是左邊 這裡是不是右邊 所以你要看那個箭頭方向 看箭頭方向 那你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設定看看喔 你看兜兜兩下 兜兜 好 我的 左右兩邊我就先不管它 我就找紋理 好我找那個 找個 磚牆好了 好我找一個磚塊的磚牆 往下往下 好過頭了 磚塊磚塊 喔這裡有 有沒有這個比較古典的 對不對 找一個磚牆 所以你要會善用關鍵字 因為用中文都可以 好確定 那麼另外一邊呢 我就點一下 如果你要跟它 一樣的 或是你最近有用過的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叫最近的紋理 不用再找一次啦 直接從下面這裡點就好了 這樣清楚嗎 這樣就快很多喔 所以我現在呢 找到它 好 點一下 確定 確定 來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圍牆 這裡就有了 這樣 還可以嗎 對不對 像這樣 好所以 你今天呢 往後拖一點 我就看到 這樣是不是就圍起來了 你另外一邊 應該不用吧 這樣就出不去了 呵呵呵 對不對 所以我另外一邊 我們就先不用 那你這邊大門 你自己待會再留空間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的 那我順便跟大家 說明一下 你在看的時候啊 有一個 要留意的就是 像我現在點到我的牆壁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我整個下面的畫面我會比較偏右邊 有沒有我比較偏這一邊 請問你我要怎麼移過來一點 你不要用 滑鼠在下面很認真的在那邊移動喔 沒有用有沒有 有沒有因為呢 你就點到誰 那個物件就會放在我們畫面正中間 我現在點到的是牆壁有沒有牆壁就在畫面正中間 我點到 地板有沒有地板就在畫面正中間 你不要 去那邊哇想辦法移 找不到 你今天要看樹點到樹 樹就跑到正中間 這樣會的嗎 所以如果你覺得啊這樣太太近了 沒關係你就點什麼 點最大的那一個 他就自動把你撐到 比較大的範圍 這樣了解 所以 我可以 點到地板 我就會把整個東西就放在 3D視角的正中間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小技巧啦就是你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有些人會覺得奇怪我要調啊這樣不好調 好 這樣OK了 這樣牆壁 會畫了 也會調整 左右 牆壁的材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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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